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随着2024年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 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最后一场辩论即将成为焦点 CNN已经发出了辩论邀请,而哈里斯欣然接受 但特朗普却选择拒绝,这样的态度无疑引发了不少争议 CNN逼迫两方在截止日期之前做出回应 这场辩论的筹备绝非一事 在另一个角落,特朗普在最近的外交政策访谈中 再次发表了一系列虚假声明 让人不禁怀疑他对事实的掌握程度 无论是关于恐怖袭击的言论还是对ISIS的声称 特朗普的发言再次成为事实查核的焦点 至少11个虚假声明被揭露 而哈里斯则在此时提出了一项历史性的提案 要求医疗保险覆盖居家长期护理 这将对数百万美国老年人和照顾者产生深远影响 他的提案不仅是对当前医疗体系的挑战 也是在选举接近尾声时 试图引导选民注意力的一朝期 不论是辩论的挑战 特朗普的虚假言论 还是哈里斯的医疗改革提案 美国的政治舞台正上演着一幕幕引人入胜的剧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如火如荼 然而一场关键辩论的命运却悬而未决 CNN近期向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和现任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发出了最后通牒 定下10月23日与亚特兰大举行辩论的邀请 期望能为美国选民呈现又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 虽然哈里斯已经欣然同意并表达了其愿望 希望借此机会再次与特朗普展开较量 但特朗普却迟迟未给出明确的答复 特朗普的拒绝理由是辩论时间太晚了 这一说辞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事实上 CNN选择的日期恰恰是过去几届选举中最后辩论的惯例时间 CNN新闻网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我们相信美国人民将从这两位候选人的第二场辩论中受益 此番表态彰显了媒体对于政治透明及公开辩论价值的坚信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强调 特朗普曾在6月的CNN辩论中表现出色 并获得了高收视率 因此他应该无理由拒绝这次类似的机会 然而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则表示 我打败了拜登 然后又打败了他 我不想再做一次 已经太晚了 这样的言论反映出他对于重新站上辩论舞台的犹豫 并试图将此次辩论塑造成他个人的战胜历史 面对这样的僵局 CNN设定了10月10日中午12点的最终回复截止日期 希望能够确保辩论的如期举行 这场辩论不仅仅是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对决 更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重要较量 哈里斯的积极姿态显示了他的自信 而特朗普的拒绝则给选民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场辩论的结果将可能对选民的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场政治斗争的背景下 前总统特朗普在外交政策访谈中的虚假声明成为了媒体和公众的焦点 CNN指出 在最近一次访谈中 特朗普重复了至少11个虚假声明 并且还加入了一些新的不实内容 例如 他声称自己曾经去过加沙 但这一说法未能得到任何证实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也未能找到相关的依据来支持这一言论 此外 特朗普不实的自夸也贯穿整个访谈 他声称自己的任期内没有发生恐怖袭击 并在一个月内消灭了ISIS 然而 事实证明 这些说法都与真实情况不符 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上的虚假声明不仅削弱了他的可信度 也对其政治形象产生了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 副总统哈里斯推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医疗保险扩展提案 计划涵盖居家长期护理的费用 这一提案的目的是为数百万老年人和残疾人士提供在家中接受护理的选择 而不是进入护理机构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超过3700万人提供某种形式的无偿老年护理 其中59%是女性 哈里斯指出 他的计划对于那些同时照顾年迈父母和孩子的人尤其有益 KFF的高级副总裁特里西亚 纽曼称哈里斯的提案为历史性 他表示 这项政策可能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提供前所未有的经济支持 这项提案每年可能花费约400亿美元 资金来源将来自于政府与制药商的药品价格谈判终结省下来的资金 哈里斯在The View中分享了自己照顾母亲的经历 强调这一提案对于他个人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这场紧张激烈的选举竞赛中 哈里斯的医疗保险扩展提案无疑是一个吸引选民的亮点 该计划不仅聚焦于改善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同时也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尊严和独立性 无论最终辩论能否成行 这场选举的结果都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未来走向 选民期待看到领导者们如何以行动回应他们的需求和期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拒绝辩论是因为他害怕再一次面对真相 他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发表虚假声明 因为这样他就不用面对质疑 例如他的外交政策访谈中 他至少提出了11个虚假声明 包括从未去过的袈裟旅行和夸大的军事装备数字 显然他对事实的轻视让他不敢在一个公开辩论的舞台上 再次与哈里斯正面交锋 楚天书你这样说可就不公平了 特朗普拒绝辩论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场辩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认为自己已经在6月的辩论中赢得了胜利 为什么还要给哈里斯第二次机会呢 这就像是你打赢了一场比赛后 对方不断要求重赛 这岂不是毫无意义 如果他觉得选民已经知道他的立场 那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了 谢琪琪 你可别忘了 选民有权知道候选人最新的立场和政策 尤其是在哈里斯提出了像扩展医疗保险这样的重要政策时 这不是一场比赛 而是确保选民能做出知情选择的过程 而且特朗普如果对自己的政策有信心 为什么不敢公开辩论呢 他的拒绝只会让人怀疑他能否真正在政策上与哈里斯较量 特朗普可能不愿意参加公开辩论 但这不代表他不关心选民或政策 事实上 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 他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和外交政策的成就 至于哈里斯的医疗保险提案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 涉及数千亿美元的开支 特朗普可能认为这更应该在国会辩论 而不是在辩论舞台上进行过于简单化的讨论 但问题在于特朗普的成就常常建立在虚假事实之上 就像他多次声称在他任期内没有发生过恐怖袭击 这与事实不复 公开辩论能迫使他的面对这些不识之词 这对选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医疗改革 选民希望看到候选人能够在透明和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辩论 而不是依赖夸大和偏见 楚天书你提出的这些例子确实让人怀疑特朗普的可信度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在某些选民中的影响力 也许他认为他的支持者已经信任他 不需要通过辩论来再次证明自己 事实上在政治中 形象和影响力有时比辩论台上的真相更有力量 这或许是特朗普选择不参加辩论的真正原因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